所以你們現在有迷惘 我應該恭喜你 讓迷惘迷惘下去 你來看看會怎麼樣子 自知死地而後生 只有不會死的人才有權利講這個話 我不敢講鼓勵 但是我只能建議一個心態 因為什麼叫迷惘 什麼叫挫折 為什麼有這個問題 一定他有個前提 是覺得我們不應該迷惘 我們不應該挫折 其實錯 你如果把迷惘跟挫折 當成一個必然的現象 就等於說早上醒來 一定頭昏腦脹 因為醒來頭昏腦脹 是一個必然的現象 他需要一點時間以後 你沖沖臉 然後馬上就恢復精神 所以面臨人生重大的轉折的迷惘 跟困惑 那是個必然現象 你先不要排斥這個現象 你先享受一下迷惘 迷惘有時候也很快樂 因為迷惘的時候 陷入一種真空的狀態 這就像做夢一樣 所以我覺得 我們對這個問題 開始問題就不對 我為什麼迷惘 其實錯了 迷惘是正常現象 迷惘是一個青春時期 還有未來的狀況之下 的一種困惑 老人家沒有迷惘 只有恐懼 所以你們現在有迷惘 我應該恭喜你 讓迷惘迷惘下去 你來看看會怎麼樣子 自知死地而後生 只有不會死的人才有權利 講這個話 我常常講 只要不是殺人放火 所有的行業 都是隨著你的興趣 都應該去做 那爸爸媽媽的反對 你先擺在一邊 先來檢討 你要從事什麼行業 好 那你說餐飲 餐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行業 我們一天吃三次 所以誰不重視餐飲 那因為重視餐飲 所以重視餐飲的品質 是一個必然現象 所以你所做的這些事情 是只要你的餐飲業 能夠創造出有品質的食物 你就成功了 五寶村也是餐飲業 但是另外一方面 道士是什麼 道士是 他是一種信仰 在日常生活裡面的一個儀式 所以今天台灣那麼多人 信仰道教 那道士就成為 是一個這個信仰裡面 的一個服務業 就等於說基督教 就有牧師 天主教就有神父 所以道教就有道士 這是個很高尚的行業 你在安慰人家 你在解決人家的心靈的困擾 你讓人家有信心 這個行業有什麼不好呢 而且還有收入 所以你如果說 從事這個行業搞不好 就是因為你做得好 所以你可能一樣發財 所以這裡面還是回到一點 道士也好 餐飲業也好 多一個共同點 那就是你要有知識 你要有食物的知識 你要有分刃的技巧 同樣的你要有日常生活的知識 道士你可以把它解釋成一種 沒有牌照 但是合法的心理醫生 所以你當一個心理醫生 別人其實也把你當成一個心理醫生 你安慰他解決他的困擾 你在積德你知道嗎 所以有什麼不好 老師你覺得就是道士跟餐飲業有沒有可以變成一個道士主題餐廳之類的 我覺得這是個廣告的時代 所以大家肯定喜歡請問有什麼不可以 我說過了 只要不是殺人放火有什麼不可以 所以隨便你可以說你這個道士是煎開一個餐廳 結果人家去吃你的飯你也賺了錢了 問你的問題還包紅包給你 這個是不好的 小費很多 我不要講小費 人家是說感激你嘛 所以這個西方人講小費也不是叫small fee 叫tip tip就是給你一個小小的一個訊息 訊息叫tip 那個訊息是什麼 那個訊息就是my gratitude 就是我的感謝 所以小費這個是有一點好像一講到小大家就很討厭 所以這個翻譯不好 就給你一個小小的感謝 謝謝